这带若瑟斯媳妇体验一次正宗的东北小娘是啥样事的呢 事情是这么回事 话说这次我带我家这小女子回谷啊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陪我父母过大年 这也是我家这小女子期待已久的事情了 因为她对咱们的这些风俗年味和传统文化一直都特别向往 尤其是轰灯笼 在哈尔滨的时候看见了那都激动的指导名 我们家的传统是在小娘的这天就要开始布置了 我妈那也是心疼儿媳妇 就在我们回国之前就开始准备了 那是把有东北特色的年味道具都置办齐了 这头一天还手把手的教小大厦如何剪书画 太厚了 搅得太小了吧 第二个小太小了 也是搅过两次就好了 一点点搅 这小娘一大早啊 这一大家子人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爸爸和爷爷出去拿了两个大杠的准备挂红灯了 我爸给这块整盖呢 然后一会儿挂大门灯了 妈妈则是把家里的好吃的好喝的都准备了出来 要为这小女子准备一顿丰盛的小娘大餐 我也是给这小女子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既然来我们东北农村了 这傻子傻子也得入乡追溯光 这漂亮的东北大花我就得给她安排上 这是个空花的事 谢谢 谢谢 这下个空花 这下个空花 好 好 好 这大花是吧 刻刷一锅 切成小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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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小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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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